日後的護膚程序通常都會比較快 因為大家都會趕時間出門口 而且日後都不會做得太多的步驟 所以基本的事情我們做了就已經很足夠了 當你一起來的時候 你會洗臉 洗臉的時候就應該用清水洗 就不需要特意去用洗臉膏 或洗臉鹼再洗 讓皮膚有它本身的保護膜 就不用過度去清洗它 洗完之後我們都會塗一個通牙 那通牙的時候先把它倒出來 然後就以一個抹的方法去洗一次 然後記得做頸子 頸子的後邊 耳朵的後邊這些位置 做完之後我們就可以輕輕拍一拍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拍的時候應該拍主力 日後拍什麼位置 就是T-Sone位 就是這些位置 或者如果你臉這些位置 是比較出入或者沒有空 但你也可以拍這些位置 那為什麼要拍這些位置 因為其實通牙它本身是屬於 比較冰爛一點感覺的護膚品 它是比較凍身一點的 所以它可以令你的皮膚有少許陣陣 作用 而且其實可以收起來毛孔 但當然不是永久的 即是即時性的 我們拍這個動作 其實就可以令到皮膚這些位置 局部更加多水分 所以它就沒有那麼容易 它會泵油出來 油脂的分泡都會比較沒有平時那麼旺 所以我們主力也會先拍這些位置 好 拍完即擦完 再拍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快地去塗我們的眼霜 我們就輕輕拿少許 其實份量日後就不用太多了 而且是不需要塗在你的眼蓋位 所以其實我們就輕輕用手指搓一搓 然後就很快地用回 印在眼底就可以了 記住是這樣喝的 即是不要因為趕時間去推它 所以我們輕輕這樣喝的 還有眼蓋不塗呢 是因為當你的眼蓋 如果你有塗過眼霜 其實你的皮膚的滋潤度 即這個位置的滋潤度 就會提高很多 當你提高太多的時候 如果你打算化妝 它會很快出油 因為它很黏 而且就會有調整 眼疾痕出現 你的妝也會快溶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特地去塗一個眼蓋 只要塗一個眼底 這樣印印就可以了 讓它慢慢吸收 然後我們就可以塗上精華素 精華素 日後就不會塗得太多的滋素 因為日後趕時間 所以我們主力都是選一支 你最著重的精華素成份去選 例如你最著重的是保濕 你就選保濕 你最著重的是這一期是美白 你就選回美白 但如果不是的 我主力是要抗衰老 那你就會塗上抗衰老 但通常日後都是美白 要是保濕的 而且如果你會化妝來說 最主要都是選保濕的 會居多 我這次呢 我平時都會塗這一種 這些保濕的精華素 其實很多雜誌都有介紹過 這支B5 Gel 其實它好像台灣的安瓶 它有妝前泥霜的作用 幫你做一個保濕的效果 其實它也是一支保濕的精華素 它其實強力就是在補水和鎖水 因為有很多好物品 其實它只是補水 即是你那一刻看到它是水分很足 但它隔一會就已經水分流失了 所以其實鎖水是很重要的 我們先拿了少許的份量出來 然後你會看到它很稀身的那種 不會太結身太黏 然後我們就很快地塗上面 就已經可以開始化妝了 我們就不需要特地去塗一些 Mega Base 又或者是一些面霜 日霜防曬霜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打算化妝的話 我們的皮膚如果太過熱太過黏 尤其是因為現在夏天比較熱 你塗得那麼多這些Cream狀 它會令到你的皮膚的水分是太高的 即是當你化妝的時候就會很快溶妝了 所以如果你本身面油比較多 你又想化妝能保持久一點 我們就會輕輕塗一塗保濕的精華素 即是任何品牌都可以了 其實就不一定說要這個 你用開的那些已經可以了 總之質地就不會太有結身 我們塗完之後就可以上粉底了 就不需要特地去塗Base Cream 防曬霜那些 比如你說我又沒有防曬 但我剛才提過了 如果你打算會化妝的話 你的粉底有很多粉底 其實它都會有防曬的 所以其實你已經塗完之後 它已經會有一個防曬的效果 你就不需要特地去塗防曬霜 這樣讓皮膚可以清爽一點 就不會太黏 你的妝容也會持久一點 好了 比如可能有些人會問 如果我不打算化妝怎麼辦 如果你不打算化妝的話 當然你就要塗防曬霜 而防曬霜其實也不能太高 因為可能現在夏天會出很多 例如SPF50或SPF70 即是上下的 Makeup Base 或者日霜 其實是太高的 我們平時上班 都是多數是室內 即是辦公室的 變成我們就不需要太高的防曬度 如果你是十幾至三十就已經很足夠了 已經可以足夠預防到你的皮膚 即是紫外線 對你的皮膚的傷害 也會不會太容易曬霜 不過如果你會長期出外工作那種的 例如可能你是去沙灘曬太陽的令計 或者可能你的工作是需要逛街的 即是經常會曬太陽的 變成可能你就需要用到三十至五十度的防曬霜 那如果你有用的防曬 尤其是當你用得越高防曬那些 你就一定是要卸妝的 記住 如果你不卸妝的話 其實它就會block你的毛孔的防曬霜 所以你有用的防曬霜 就一定要卸妝的 例如可能就算你的粉底或日霜什麼都好 它本身的防曬度是比較高 你也是有需要卸妝的 即是你沒有化妝也好 那如果有保持護膚程序的話 其實你的皮膚當然不會說 你塗一次就會馬上變漂亮 也不會說你用一支就已經很漂亮 但這個步驟也是很重要 我們日常是要做的 因為其實皮膚就不是說要拯救它 其實我們是說要保持護膚 所以其實是保養 而不是說你有事 條紋出來了的時候 或者你的肝瘡毛孔大了 你才來救它 那時候就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們就應該是平時用你的護膚品 方法 去令到你的皮膚 是保持得比平時 或者比你的年齡是好的 變成到你以後 可能真的年紀大的時候 就不會需要花太多的錢 去做美容的治療 又或者可能就不需要買得太貴的護膚品 不過年紀會增長 所以護膚品在每一個年紀的階段 也會選擇不同的產品 例如當你年輕的時候 基本上你用什麼 只要補充水份就已經夠了 就不需要特地選擇抗水腦 我要選什麼什麼成份 但是當你踏入25之後 我們的身體機能開始慢慢慢 你的血液循環也會慢 你的更生機能也會慢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用一些 可能有護膚效果的產品 例如貴價 就是有品牌的產品 可能到你三十幾歲至四十歲的階段 又要轉用一些 可能比較滋潤、補潤的產品 所以護膚品 因應不同的季節和年紀 都要轉用 就不可以一枝用到老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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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